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贾西 带来一局精彩的小块地 这一局小块地会玩得非常多 首先你看这个绿色直接过去抢黄色 然后上面那个蓝色因为他旁边那个邻居好像不在 他直接专业一波两个兵营准备过去 看到他去抢地盘你看我们就情不自禁 结果他那个地宝的手术稍微放的比我还快了一点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你看我们就准备跟这个蓝色死合到底 不然他两个邻居这个优势得太大了 我们三个地宝然后打掉地宝 但是这个蓝色接下来就非常的机智 因为他前排这个地宝他已经拼不过了 他就把这个地宝往后面放 而且你看他直接把基地拉到上面去了 因为他的基地如果不动呢 我三个地宝会一直打他 这样子我们前期对吧 抢的话基本上没抢到 然后你看下面这个绿色 绿色直接抢到了 这个绿色非常会玩 这个蓝色也是相当厉害的 然后中间这个粉色野王的非常的秀 这个粉色的后面我听观众说的 既然是五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粉色五个他是怎么秀的 反正我感觉非常的烧气 我们当时造了一个飞行兵 准备过去整这个蓝色 你看这里的橙色有个基地对吧 他那个地宝在打 然后又来了个地宝 本身我们这个飞行兵打一打 只要打掉这个基地很容易就升星 结果被中间粉色这个灰机直接给炸掉了 这个飞机一下就3000经验到手 我们造了一个棒 想去整掉这两个地宝 但是这个蓝色又放地宝 然后我们就造围墙 但是你看这个蓝色他有钱 又甩了个地宝 这样光临棒我们只能选择卖掉 这个家伙把矿场还放在这里 对方又来了个地宝 注意看这个粉色的飞机 这个粉色是五个 他这个飞机的总是看到没有 又在这里减漏 刚刚炸了地宝之后 你看他那个飞机直接是一心的 我们准备用这部闪兵打掉这个矿场 但是你看他那个飞机看到没有 又想过来减漏 他这个飞机很快就要升三星了 要是一直的这样减漏 这个蓝色在矿场没了之前 他倒是把那个重工造出来了 其实他造重工出坦克没什么用 因为我们有闪兵 现在我就准备去整那个粉色 当时打到这里 我是不知道这个粉色是五个 反正这个粉色一直在这里减漏 我就想去过去整一下他 你看他 用这个飞机加上飞行兵 对方蓝色的造了一个爱国子 然后我们用飞行兵打掉他的飞行兵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摸这个电场 下面我们就等第二波闪兵 这样子一直摸他必须造一个爱国子 而且他现在这个飞机其实不太好炸 他现在你看想飞的都非常的困难 因为上面有个爱国子直接给他来了一枪 刚刚我们用飞行兵换他造了一个爱国子 这样子我们是赚的 接下来我就准备继续的去整他 因为我们来的波闪兵 虽然说他有两根棒 但是他这两根棒 我们这个小兵过去他其实不太好整 你看看这个粉色他就比较谨慎 看到我拿了一波闪兵准备过去整他 他就瞬间在这里造围墙 这样子无所谓对吧 就是浪费他花钱 现在反正我们就是在慢慢等 上面这个蓝色你看他造了个围墙 直接卡Bug出了一个框场 他想炸我看来我们手上还得造个爱国子 不然这些小兵被他炸了很快就要升三星了 好,买掉地宝 我们直接造一个爱国子 下面打这个蓝色好像不太好整 毕竟他家里面两块地盘都有那个地宝 但是不打他的话 他两个邮警的优势 接下来他肯定会过来整我 而且这个蓝色好像是个法国 所以说他接下来如果说空子部一造的话 一个大炮怼过来我们这一局就没得完了 所以说下面我们必须要去整蓝色 但是整他拿基地过去又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就准备甩一个船场 利用驱逐剑打掉他这个邮警 这个蓝色竟然又造重攻 他没有造那个空子部 看来他想造坦克 你看他在这里造那个多个龙 其实他造坦克现在占不了什么便宜 他造这个多个龙很容易被那个中间的粉色飞机炸 注意看粉色五个他这个飞机 又在打怪升级 他就想把这个飞机订三星 但是你看这个蓝色多个龙上就打掉飞机 哎呀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飞机一丢他接下来就没什么好进攻方式了 只能对吧慢慢的等 用那个光临棒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整掉蓝色他这个邮警 不然他这个经济优势太大了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再来一波闪兵 这些闪兵一放的话呢 这个蓝色没法整我 其实呢打到这里呢 我是比较担心那个绿色 因为这个绿色的优势太大了 你看坦克有好几个 而且呢他这个雷达呢早就造了 所以说呢他接下来如果造那个威射火箭炸我 我其实呢相当的难受 现在蓝色流行是不是马上没了呀 但是这个蓝色的 他刚刚把重工卖了造了一个空子 他这个坦克接下来呢也是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有趣 你看这家伙 他要把这个基地拉过来直接造大炮啊 因为他是法国 假如说他这个大炮一出啊 我们这局呢基本上没得完啊 你看他那个基地拉到这里 中间粉色的也是比较紧盛 直接造了一根棒 两根棒打一打可以 然后呢我们的小兵往前 这样子他这个坦克是不是啊 没办法过来哈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驱逐舰派过去 然后小兵继续往前 这个蓝色呢他就不好顶了 但是他呢 你看他这个操作是不是还可以啊 拉着牛车扛伤害又是放狗 又是拿坦克压 把我的小兵呢全压掉了 这个蓝色其实玩的是比较好的 这样子呢我们又只能慢慢的等 把这个散兵呢全部放在家里面防守 但是这个蓝色拿了一个飞行片 这个驱逐舰他想整掉 这个驱逐舰我们宁愿自己打掉也不会给他升级啊 刚刚我们看了一下左边 哎哟左边那个蛋蛋色呢 他跟那个红色两个人一直在死磕 你看这个蛋蛋色 竟然造出了这个黄瓜 他家里面坦克没有了 全部把钱都花在造那个基多夫 这个基多夫一出那个红色就没了 这个蛋蛋色把钱全部花来造那个基多夫 下面这个绿色呢就情不自禁来 这个肥手套 他这个坦克一过去的那个蛋蛋色直接 看到没有自爆了呀 这个蓝色这家伙呢 又想把基地拉过来 准备给我加大炮了 你看他这个坦克操作还是可以的 他这个小飞熊呢一直来回压完 感觉对吧马上就要升三安心了 现在我们这个小兵呢 你看再过去的就不太有整了 因为他这个坦克已经升三安心了 算了 这个小兵呢 我们必须要回来防守了 待会家里面可能要照更棒了 暂时用这个散兵加上地宝呢 稍微顶顶 你看他这个钱是不是也浪费了 不然他这个钱不花呢 直接造个大炮我肯定就没了 好去出去稍微整一下 你看对方又来了个地宝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就只能战术性后退啊 不能再往前拼了 主要他这个基地拉在这里呢 我们必须拿地宝呢 浪费一下他的钱 不然他直接大炮一放 把我这个机场油井一整呢 对吧就没了 现在他这个三星小飞熊 对我的威胁就非常大了 没办法 只能选择卖掉电厂 再卖掉爱国者 然后造一个飞行兵 先把他赶走 要不要走 你看他这个三星已经残属了 必须走 然后我们飞行兵上去打掉地宝 这个TD的一定要把他赶走 本身呢 我都懒得跟他死磕了 但是没办法呀 他就想在这里呀 给我加一个大炮 其实这回的下面这个绿色 他已经造到那个高科了 中间粉色呢 他那个飞机还是想炸 这样子蓝色他就把基地跑了 注意看这个绿色 你看这个绿色是不是 无敌的呀 直接造了个基多夫啊 他这个基多夫呢 去的方向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直接奔着中间的粉色去了 本身他这个基多夫如果过来炸我呢 我们就没了 你看我们手上就500块钱 造一个爱国者还得卖两个地吧 其实一个爱国者呢 我们根本顶不住 毕竟呢这个距离太近了 只不过呢 他过去炸这个粉色了 你看中间粉色 这个粉色是五个 五个是不是不太好顶呢 虽然说有两个爱国者 但是你看 这个油井一炸的话 那肯定就没得完了呀 他接下来呢 就只有一个飞机 一个飞机到处的都是防空 所以说呢 没什么作用哈 这回这个蓝色整了两个飞行兵 不行 我们这个飞行兵赶快跑 卖在地板换点钱 他想追我 我们赶快跑 好带着他挂花园 然后爱国者一放 下面这个绿色这么多坦克 直接冲过去的话呢 粉色呢又来了个光灵棒 但是没什么太大作用 这个绿色呢直接打电场 然后继续打电 这样呢粉色对吧 他就顶不住了 因为没钱了哈 这个光灵棒 这个光灵棒如果被打掉呢 又是吃金链 好卖掉了 再打掉一个光灵棒 现在粉色呢还在这里造地吧 但是呢无济于事 最后你看 还练了一个三星完了呀 这个绿色三星一出 还怎么玩 没得完了 对不对 他这坦克一过来呢 我们就顶不住 现在我们的光灵棒呢 还没好 如果说造一根光灵棒 加上这个小兵呢还是可以守一下哈 这旁边呢还有个红色 这个红色也是相当顽强 他估计手上还有那么一点点钱 你看 一个电厂然后呢 一个充电宝 加上一个防风困 走下来这个转折点啊 他就来了 注意看哦 这个蓝色有个三星看了没有 他直接过去呢 整了一下这个绿色 所以说呢 这个三星小灰熊啊 当时被他要了很多小兵 练了个三星小灰熊 作用呢他就来了 他成功的把这个绿色是吧 勾引过去了 这个蓝色呢一开始 我以为他锁上 但凡是吧 照跟棒呢都可以点一点 但是呢他照的是地堡 他这个操作还是可以的 三星小飞熊呢 一直躲在那个地堡后面 但是对方那个坦克对吧 有点多啊 主要这个三星大犀牛呢 有点厉害 那么接下来呢 就相当于啊 我们跟这个绿色单挑 他说这个单挑怎么打 对方呢有那个作战实验室 有雷达 只要一个大黄窝过来 我们就没了 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我们照爱国者呢 根本是顶不住哈 然后呢我们肯定要 这个时候要主动动手 对吧 所以呢我就照了一个船长 想照一个驱逐舰呢 去打掉他的油井 但是这个船长一照 这个绿色呢 他就非常的谨慎 他除了照一个充电宝 看到没有 还拿了一个大头啊 而且他刚刚呢 还把那个苏军的高科给卖掉了 他为了保护这个油井 卖了高科有1000块钱 然后造个磁电线圈1500 造个大头的500 你看这个绿色看到没有 花里咐哮啊 不好好的造黄瓜 偏偏要造这个磁棒 其实他造个黄瓜呢 我就没了 奈何呢 这家伙对吧 又造充电宝 防御啊 保护油井 又造这个磁棒 想过来炸掉我这些小命啊 他只要把我这些小兵一整的话 坦克一重啊 我肯定就顶不住了 说说下面我们要防守住对吧 整掉这个磁地棒 把兵营卖掉 攒了一个飞机 利用这个土飞机呢 准备炸掉这个磁地棒 好我炸 但是你看这家伙 还比较专业 躲弹了好 这家伙呢 还要造V13火箭 他这个架势感觉呢 想要发尸吊打我 像这种情况 如果等下去 那肯定呢 没等完了 他如果再来一个磁地棒 两个磁地棒一进来 我们家里面真的是过干玩劲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注意看细节操作 非常的有意思啊 对方还造广子兵 你看我们拿飞机 准备炸掉这个磁地棒 但是他这个磁地棒呢 一直往后脱肚 刚刚已经躲了一丝弹了 现在不好炸了 主要他那里有广子兵 又有那个鲁带车 所以呢注意看这里啊 我们准备拿小兵上 这个小兵呢 操作要细节一点 只是分出来一点点啊 看到没有 直接打爆这个磁地棒 然后飞行兵上去 打掉V3火箭 这样子这个绿色 是不是他就非常难受啊 花里胡笑哈 你看 还在这里造V3火箭 我炸 然后飞行兵过去 打掉V3火箭 不过呢 这家伙还是比较有情啊 又来了一个铝带车 现在怎么办 只能对吧 继续用这个飞机炸哈 好我炸 炸掉V3火箭 你看这家伙 来了两个铝带车哈 他现在这个防备的话 我们这飞机其实呢 已经炸不到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肯定要继续对吧 强攻 因为这个时间拖下去呢 对我们是越不利啊 毕竟对方的经济的比我好哈 注意看 我们准备拿着这个小兵啊 全部冲过去了 因为家里面有根棒 这根棒呢 待会会打到他家里面 打到那个绿色家里面 注意看对方这个绿色 又造那个V3火箭 你不造围墙 你造V3火箭干什么 看到没有 小兵直接捅进去 好一蹲 我们这里呢有根棒 他这个坦克看到 想压的话 哎呀啊 瞬间呢 那个三星没了 那么其他的坦克是不是 顶不住了呀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小兵 一冲过去 这个绿色 真的好好的一把好牌啊 现在是不是 七八呢 他这个基地跑也没有用哈 还想过来压 直接给他整掉 然后再过去打掉 这个绿色 直接没了哈 最后呢 就剩下这个红色 哎呦 这个红色 还想呢 偷偷摸摸过来摸我 但是没了 被我发现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们 我们点个赞当助吧 下期再见 拜拜